这个第一我认为衰退会有 但是如果要是衰退出现了 联储会不会很快地把利率降下来 我觉得暂时也未必 因为联储的两个任务 一个叫做稳定物价 第二个叫做刺激就业 这个金融动荡之类的一点点事情 对于联储来讲 并不是它直接必须要做的一个任务 我们要了解人性 联储必须要完成它的任务 但是在任务之外的事情 它必须要等到看到了情况发生了 无论是对于经济或者对于市场 已经出现了一个潜在的系统性风险的时候 联储才可能够做下面的动作 所以我认为这个市场认定 美国有很大的可能性进入到衰退 这个我同意 但是联储很快会因此而减息 我不同意 我认为联储必须要看到非常确凿的证据 必须要看到无论是国会还是选民 有一个愿望让它暂时放弃通胀的 这个抗通胀的目标 而去治理其他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面 联储才可能 从这个加息的这么一个周期 转向降息的周期 这个需要实践 除非有一些比较大的市场的震荡 不然的话 我认为减息是明年的事情 一旦开始降息的话 一定是经济或者市场出了一些状态 到了那个时候 减息可能不是一码两码的事情 可能跟去年加息一样 减息也会来得比较频繁 但是联储一定要看清楚了 民意可以接受 货币当局从金融紧缩 重新回到金融扩张 这个我认为需要一点时间 减息也会 Singer